而瑞穗乡名代表林玉芬 则是转战第七选区的县议员选战 13号是在瑞穗乡的法闹部落聚会所 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部落租人以行动来支持林玉芬 让聚会所内是座无虚席 立委傅昆琪也到场为林玉芬加油打气 希望大家能够将林玉芬送进议会 让徐政委留在县政府 让他们能够一起携手 为南区的花莲原住民族人来打拼 连续担任两届的瑞穗乡名代表林玉芬 这次代表国民党转战第七选区县议员的选举 13号在瑞穗乡法闹部落聚会所 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部落妇女以歌舞展现来支持林玉芬 在牧师的助导后 林玉芬跟竞选团队也以阿美族歌谣 欢迎到场相亲 恳请支持一号的林玉芬 活动中国民党县党部 副主委张艺华为林玉芬轻挂彩带 立委副宽奇也致赞好彩头等吉祥物 并拜托相亲族人 11月26号投票给徐政卫留在县政府 也一定要将林玉芬送进先议会 让他们能够一起携手 为南花莲原住民族人打拼 喜欢米苏西鲁法奈 要支持他就要给他好的议员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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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支持法奈 对不对 对 才能建设我们部落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给林玉芬到议会支持法奈 让法奈来协助我们部落 所有的先生发展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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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林玉芬在致辞时 也邀儿子上台并表示 从他担任民意代表后 就很少陪伴儿子 心里相当愧疚 但他相信 能为相亲族人 以及南区建设需要而转战现议员 而只能谅解 这更需要相亲支持 未来如果当议员 我一定会有强力的监督 虽然班奈与寿西伍是好朋友 还是要努力的监督 然后要看预算 大家去旁边 有没有来南花莲 有没有来南区 我们要看预算 所有的 他的预算的执行的成果 我们也是要看 这个就是我们议员的工作 然后 能议员执行的成果 成效 我们要提出建议 这是议员的工作 花莲省政府的预算 有两百多亿 瑞瑟消防守两亿多 玉里正攻守三亿多 阿里哈亦比较地拉尼先生 如果没有强和有力的议员 没有专业问证的议员 你怎么样争取经费回来我们的南花莲 一定应该你过南北差距很大 我们要认真的努力 为我们的南花莲来争取各项的股建设 第七选区现议员选举应选两名 除了国民党籍陈建中 以及五党籍哈尼卡兆寻求连任之外 另外还有包括国民党籍林玉芬 五党籍叶维吉 陈德仁等三人 形成五抢二的局面 林玉芬是否能够转战成功 11月26号便可见分枪 记者刘明慎 瑞瑟湘采访博斗